各位觀眾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如何製作天氣瓶 不過傳說天氣瓶是19世紀 一個海軍上相所發明 用來預測天氣的 不過現在我們也可以自己來製作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教大家 如何來製作天氣瓶 好我們今天邀請到分析師光浩 來找我們做天氣瓶 光浩首先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要準備哪些材料呢 天氣瓶的材料主要有 彈腦粉那它需要量是10克 此外就是2.5克的氯化氨 以及2.5克的硝酸醬 那麼我們另外還要準備 濃度95%成的酒精 以及蒸餾水一瓶 此外我們還需要的器材 有一個50毫升的燒杯 以及我們接下來要裝天氣瓶的這個 玻璃瓶罐 那這個瓶罐我們最好是 使用塑膠瓶蓋為主 因為金屬瓶蓋可能會 跟這些化學藥品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最後我們還要再準備一種一種套 那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我們需要注意的嗎 因為我們的原料之中 就使用到髒腦粉 那髒腦粉本身其實 對有殘兜症患者來說 是一個相當危險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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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好東西都準備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做囉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將40毫升的這個酒精 加到這個髒腦粉的罐中 那因為我們這個酒精是具有揮發性的 因此我們現在加到這個髒腦粉的罐中的時候 要快速並且將這個蓋子子快的蓋上 避免這個酒精揮發 那我們裝好之後我們就開始搖晃這個罐子 直到這個髒腦粉整個完全融解在酒精中 當然我們把這個酒精跟髒腦粉已經融解到完全是一個透明狀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可以先將這一罐容易放在旁邊鏡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第二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我們需要的是33毫升的這個蒸餾水 以及這兩個氯化氨這兩個成分將它混合在一起 那我們倒入之後呢就用攪拌棒 將這兩個東西迅速攪拌 那攪拌到也是同樣是變為一個澄清液的時候就可以靜止在旁邊 那同樣這個攪拌也是只有一個氯化 那攪拌到像這樣就是成為一個澄清液的時候 第二杯容易就完成了 那第三步驟呢 我們就拿出我們先準備好的這個瓶子 那我們就很快的將這兩個東西倒入這個瓶子 這就是我們要當作瓶子的瓶子嗎 對 沒錯 那就是剛剛我們前面所說到 我們這個瓶子的話 最好是使用過一罐 那瓶子的話 這個瓶子的話並不是均勢的排水 那同樣也是加上這個油 蟑螂粉跟酒精的這罐溶液也是快速倒入 那在倒入的時候大家可以很快可以看到說 這兩罐溶液其實它混合之後會有很明顯的沉澱物出現 哇 那因為這個容易有酒精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次記得趕快將瓶蓋蓋上 一點酒精會發 那這個時候其實會看到有相當明顯的這個 白色沉澱物在這個罐中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先讓那些沉澱物溶解 所以說我們就要將它靜置在這個 一杯溫水之中 這樣等到它整個完全溶解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需要一點時間等待 那等待的時候我想要問問看光耗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利用瓶酥瓶來預測田徑呢 那天氣瓶我們其實在瓶中看到那個白色的 結晶物質其實就是蟑螂的結晶 那其實天氣瓶的原理是利用在不同溫度下 酒精對於蟑螂的溶解度會不同所產生的 當氣溫比較高的情況下 酒精可以溶解比較多的蟑螂 比如說瓶中的這個白色物質就會比較少 當氣溫下降的時候 這些酒精之中的蟑螂就會慢慢地從吸出來 那吸出來就會形成一個結晶 所以說在氣溫比較低的時候 就會看到比較多的結晶物質 像聽起來溫度高的時候就沒有結晶 那溫度低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結晶出現 所以感覺它是一個觀測天氣的一個工具 沒錯天氣瓶其實主要是觀測一個環境的溫度 可是它對於天氣預報的部分 其實卻沒有太大的防止 當這個粉末完全溶解之後 是不是天氣瓶就完成了 沒錯 當那個粉末完全溶解之後 這個天氣瓶就這樣完成 不過它到可以呈現結晶的時候 還是需要一到兩週的時間 所以說這段時間還是要請大家 讓它一起看起來 讓你看到比較漂亮的東西 謝謝 看起來天氣瓶真的是製作蠻簡單的 所以大家過年的時候 真的可以利用時間來製作一下 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